要拜託各位能夠全力嚇阻犯罪分子 相關單位針對轄區加強領檢 以及周邊道路的路檢 韓國瑜上任首次治安匯報 要高雄警察年節期間 強力執行勤務及領檢 維護高雄治安韓國瑜不遺餘力 但其他現實呢 來來來不要動 來拍下 拍下 新竹警方29日全副武裝 使用破壞器材將鐵皮屋撬開 並進到屋內當場人贓巨貨 來拍下拍下 全拍下 警方在現場查獲 15萬元現金 骰子 籌碼 賭博用餅還有毒品等 前日營業呈成高達新台幣數十萬元 並提供賭客免費稀釋毒品 那徐姓飯前時間十分狡猾 不僅於四周裝設監視錄影器 隨時注意可以冷車而外 並安排把封人員 然而不僅新竹連桃園 也破壞毒品販賣集團 嫌犯手捂著臉 生怕自己長相曝光 看來似乎非常慚愧 29日桃園警方繽紛多路 在新北英哥 桃園拔得龜山等地 同步執行搜索 果然查獲毒品販毒账策 不法現金等等 打擊犯罪 各縣市首長都動了起來 桃園市長鄭文蔡 28日更是到了送屋派出所 要來慰問遠景的辛勞 春節就要到了 各縣市無不繃緊神境 就是要讓市民過個安心好年 記者綜合報導